金谷松加入也加入啦 侯友宜老三的位置不动名王 还在那个地方顶住嘛 然后再来就是 我没有看过 国民党的一个中常会会 我们开始规定 所有参选区立委的人 要跟侯友宜同方挂汉板 我没有听过这种规定 以前没有这样子 没有啊 以前闹中规定 对不对 当然跟母鸡一起同框 以前是抢的要跟韩国鱼挂 同挂嘛 对不对 就算没有跟韩国鱼照 也把韩国鱼照片拿来合成一下 都有啊 对不对 那你说韩国鱼有补助他们的经费吗 一毛都没补助 自愿的 为什么 有声量 有支持度 有热度 现在后鱼家挂 我问过很多地方参选的 立委参选 他说不是我们不挂 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挂 时间还没到啊 时间还没到 我浪费这个钱干什么 根本在观望嘛 对 你说中央团队要求他下周 就要开始挂 他就讲 我根本一面都没有挂 你现在叫我挂干什么 那看板不是不要钱的 重要的入口 一面一个月四万块 对 那你叫他现在开始挂 现在离选举还这么久 我烧这个钱干什么 那如果是郭台铭愿意说 由郭伴来出这个钱 那有没有诱因了 那还怀疑什么 有人要出钱要买单 对不对 多好 而且郭台铭讲的多贴心 不要选支持郭台铭选总统 也不要选写郭台铭 你只要写说 我们下架民进党就好 你把郭台铭当背景就可以 当背景就好了 这多好 不用说支持郭台铭都可以 你只要郭台铭的人出现 在后面摇国旗 干什么都可以 那你只要跟我 就不言而喻了 对 我就帮你出钱 这哪个笨蛋不要 郭台铭又没说要选 那说他选了怎么办 选了再把他在头 用一个米老鼠贴掉不就好了 对这没有问题啊 那哪个人不愿意 那你和有爷讲 说好啊 你也可以跟我同框啊 架这个板子的钱我出 地方的租金我出 那不就好了吗 既不够阿萨里 民调又不够高 你要靠党中央用这种党计 强制的方式要求 所有人要配合你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 你拿了人家的身体 拿不到人家的心 对不对 我跟你挂看板 我心就不跟你啊 否则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地方的这些议员 一直跳出来说 没有啦 不是不挺他 是挺不下去 那你想想看 这个人 这个人的支持度 会有传染病的哦 你也支持过 其实我也支持 我本来不想讲 我也不敢讲 既然你讲了我也讲 那这个会有传染病的 因为现在这些要选的名代 还包括这些所谓的张派议员 他们讲这句话 我觉得还蛮有玄机 想挺也挺不动 干脆不出席 这是很无奈 那这是代表显然就是说 如果去挺侯友宜 是不是连支持者 恐怕都很难扣进来 所以这些议员才会说 想挺也挺不动 这很无奈 就是因为我是 就是讲出泄点 你为什么会退党 我是国民党的 他推出了一个候选人 我想挺他也挺不动啊 那我去那个地方会睡着啊 会不舒服 会挖鼻孔 会干什么的 没有人气 对 我不舒服啊 那与其如此 干脆我先退党 等到这个侯友宜的这个状况先过去了 我再回国民党不就好了 对不对 那郭台铭来 郭台铭无害嘛 郭台铭对他们这些地方 三年后才要选议员的人 郭台铭对他们没有害处啊 我可以多一个场合露脸 我可以多个场合挂看板 我可以多个场合获得一些实质的补助 谁不要啊 对不对 那我帮你侯友宜有什么好处 如果帮了你 万一你选上了 你记得我 也不错 对不对 或者说我帮了你 你跟我变成好朋友 我帮了你 你根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那我帮你干什么 消耗我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的议员 开始慢慢会说出真话 不是我们不提 今年我们没有要选 我们就静观其变 那支持谁 国民党推谁 我们要支持谁 重话就是 没有要支持侯友宜 这叫做唐塞之语 是 原志议员 你现在这个挂看板要跟谁挂 是跟侯友宜还是跟郭台铭 传出说 因为郭台铭愿意 来付这个看板的钱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你会选择跟郭台铭吗 我们都私底下 立委候选人都有互相问 说到底有没有接到这样的后康 但是大家都说没有 所以应该是没有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件事情 应该是没有 因为没有人有说有 但我在地方是 有听里长讲 说某一个新北市 我们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参选人 他说 柯文哲跟郭台铭 都要资源都给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挂 但是不帮面讲是谁 但是有这个传闻 可是我个人是没有接到这样的 台面下比较隐晦的在进行 那个人已经坐扇子了嘛 不是怕不是怕 没有坐扇子了 你如果说郭台铭说 要找我跟他一起挂开门 以现在国民党的氛围 我们当然不敢 你们不敢挂 对因为现在氛围感觉是 比较有这个 尖闭亲眼 要尖闭亲眼 那阿明之友会要挂我的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这样都可以 但我觉得郭台铭 现在当然有一些动作是必然的 因为他的战略目标 就是他希望在10月底以前 让他的民调可以提高 一战逼合 去跟柯文哲 去跟侯友一谈 但柯文哲现在也是 我觉得柯文哲也是频频出招 他昨天在接受 蔡正元的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两件事情 都是要拉我们国民党的票 第一个他说 他们民众党的立委 候选人只会提10个 然后他特别点两个人 说罗志强跟徐小新 那一区就不会提 他比较友好 就不会想把他们拉下来 那你看他点了两个罗志强 这是讲给你们这些其他人听 一方面讲给我们听 一方面也是讲给 国民党支持者听 那两个都指标性人物 两个都是在国民党里面 声量都是很高的 而且都是算是 国民党里有战力的 我跟你们国民党 其实也是一伙的 你看这些有战力 都跟我们是一起的 所以他也是在跟国民党 有一点要拉我们支持者票 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从去年 台北市长选举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白的票 留到蓝的比较困难 但蓝的留到白比较容易 他怎么讲 他是说因为黄珊珊 你看再怎么样 最后还是守住25% 所以白是气不干净的 所以到时候 如果真的有气饱的话 不要气白 因为气白气不干净 气蓝吧 我觉得他是想要讲 表达这件事情 蓝可以气得比较干净 他是这样子说 商量都是你们国民党 他是这样说 因为他说 很多深蓝的现在是挺他 原因是因为深蓝 很多人讨厌赖清德 所以反而会比较容易挺他 你看他就讲给我们 国民党知识听 所以他现在也在出招 也是想办法把 国民党的票再吸过去 那郭现在的问题就是 郭现在声量还好 可是他一直在我们基层运作 像云林这些 他即将回来咯 对不对 回来要有个新书发表会 对啊 还欢迎40岁以下年轻人 报名开放提问 对他一方面有这些这种 比较空战的选举活动 另外一方面台面下 跟派系的接触就很多 所以云林为什么有一些 那其实不是国民党的议员 算是泛兰议员 都无党的议员 他们在 我侧面去了解云林那些人 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其实比较支持国民党 所以跟侯友宜稍微比较疏远 因为侯友宜之前 不管是公投 或者是在四年前的中总大选 跟他们都比较疏离 那所以他们就 就是这一次就比较挺过 那所以郭一直有在 这块一直在运作 那因此侯的问题就是说 要赶快啦 去中南不多走一走 你昨天有去接机嘛 昨天的场面上 有把侯友宜的声势 这个壮大起来吗 我觉得在 还是后面搞的 为什么搞这么 我觉得昨天现场是蛮热闹 蛮热闹的 对不对 然后像我就挤不到前面去 因为大家都往前挤 我就被挤到后面 你怎么可能挤不到前面 真的我真的挤到 你每次都挤到最佳的位置 对你怎么可能会挤不到 人太多了 后面一出来就被包围 然后又要送花 又要刻意疏离 我就一挤不到啊 你看我的脸都被挤歪了 对啊 后来就放弃了 然后那 所以昨天的现场还蛮热闹的 那抗议是有 刚刚讲了一个春秋木 他们还举侯友宜加油的牌子 然后拿一个国旗 然后都让我们移回来接机的 结果侯友宜在受访的时候 忽然忍不防的冲到 那个摄影机前面 什么什么有冤屈啊 来 忽然怎么样观察 现在包括侯友宜 想要回来撞身事 但似乎有那么 我们说比较圆的这种方式 有点花絮 但是感觉有点灰头土脸 但是像恐怕 这个郭台铭 对国民党影响非常大 包括你看 他去美国能够跟张玉成 同框照相 所以显然是不是 那个声势比侯友宜要好太多了 侯友宜既无声量 也没有全国性组织 你不用拿他跟任何 你拿他跟赖清德比 跟柯文哲比 跟郭台铭比 他都没有啊 都输 所以他民调最后一名 这个民调大概不是假的吧 二十几份了 刚才原子讲的其实都对 你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就是 目前侯友宜跑到后面 然后国民党的小鸡 还要下党纪 才会要跟他同框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能退党的退党 不能退党 私下放话说 我们都没有支持他 原子刚才讲一个重点 你侯友宜的拍到丁啊 大选你上次韩国瑜 你也没出力 四大公投也没有 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跟你不熟 他讲出 其实不止于你 好几个县市这样子 所以这都不见了嘛 那不见了现在 加上朱立伦 我这人就讲 朱立伦是 他用老共的统一战线 在打仗的选举 非绿嘛 主流民意嘛 执政大联盟嘛 这个是很危险的做法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 就告诉中国国民党 我们是一起的嘛 都黄埔的嘛 然后把那个界线模糊掉之后 内外没办法分 方便国民党的人投共 现在国民党弄统一战线 搞不好又是方便 变国民党的人跑去变白的 变国台铭 我没看过那些弄的 你怎么知道 打错算盘了吧 人家对他统一战线 他的人跑掉 他对人家统一战线 自己的人跑掉 所以朱立伦 这个党中央 他的党纪 其实没有在动 林金杰没有处理 这都没有处理 他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所以对谢典林来讲 他去挺郭台铭 退党 他的支持者 都是支持国民党的 有没有人去骂谢典林 没有 支持者觉得 那你挺郭台铭 也算挺国民党 这个就危险了 叶元智为什么说 他要硬来挂我的看板 我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 甚至于柯文哲 如果冤大头要花钱 掉叶元智的看板 跟他在一起 他的支持者不会生气 我今天如果找个独派的 或找任何人跟他调 他一定说 纯真信函 你明天给我拿下来 我告你 因为兰军的界线模糊掉了 国民党会溃散 那这个状态 原因来自于 侯友宜民调低 这人败 来自于朱立伦的 模糊的战略 统战失败 来自于郭台铭 钞票多 来自于柯文哲 有声量嘛 他就变成一个 地方派系 小鸡申兰 你看到 申兰像刘家昌这样的人 他们不支持侯友宜 是因为 不认为你是蓝军的 对 小鸡跟地方派系 不支持侯友宜 因为你太弱 所以侯友宜这两边 你又失去申兰 又失去地方派系 又失去这家选立委的小鸡 你告诉我 那天接鸡到底有什么意义 接鸡好了 找五千人来接鸡好了 大家还是焦点看看 许小鸡有没有笑啊 站得多远啊 然后 有谁没有来啊 大家反而在里面 鸡蛋挑骨头嘛 你弄的场面多好看 因为你太弱 因为你的地方派系 不支持你 深男的不支持你 你永远都在 补破网 对啊 补到现在又 多破一个洞 你们都没有发现 金浦冲 不见好久了 我们王毅川一天到晚 都说黄国昌不见了 金浦冲也不见了 不见了 金浦冲昨天没有去接机啊 他不用去接机 对不对 CEO耶 他不见了耶 他不用接机 他从 他不见一小段时间了 那如果金浦冲 所代表的金英蓝 或者金济蓝那一块 他在处理整顿军心 止跌回升的当下 被国民党内 朱立伦这一边的 大家骂到 骂到做不下去的时候 那边又要破一个洞 这个金浦冲跟蔡思平 这一类的蓝是比较像的 所以你没有发现 金浦冲 我已经差不多 将近一个礼拜 没有看到金浦冲的踪影了 可能不敢再出来了 所以我就说 头友宜目前所做的 都在捕破网 都在雕虫小记 没有大区块 而整个大兵团的碰撞 可能就在郭台铭回国之后 当柯文哲讲 我只提名实习 他有没有告诉你拿实习 没有 这个很厉害 我只提名实习 我没有讲提名哪里 叶元兹对柯文哲不错 那我就不提名 而叶元兹对我不好 我可能就提名你 所以国民党这些立委候选人 有没有人在骂柯文哲 没有 不太敢骂 还跟着跳 为什么跟着跳下去 去宁可得罪远洋渔港的渔民 也要陪柯文哲跳海 对 就是这个战术 你以为郭台铭不会用 富爸爸回来 我看看谁 他如果跟这些五党的 弄了一个政团或政党 他也可以提名 区域立委的时候 你以为郭台铭旁边 没有军事吗 有啊 某议长建议他 某一个议长跟他讲 你就提名去的立委 做一个政党 还可以分配 不分区以外呢 你现在拿着令牌说 于北辰对我还不错 我就不提名 你以为 这些国民党小鸡 明天婆婆踏踏 柯文哲 后天婆婆踏踏 那郭台铭唯一可以得罪的 就侯友谊 这样子的部队能打仗 我是不相信 是 国同哥怎么看 因为这个媒体有传说 朱立伦清店多为议长 希望能够用这种 用这种方式来主退 这些可能会退党的 包括这些议员 甚至议长等等 问你是有办法吗 现在包括这个我们看到 郭台铭 柯文哲 动作平民 都是在挖蓝军的墙角 朱立伦有办法阻止吗 议长退党 是一个潮流 但是现在比议长退党更严重的 已经是两个议长辞职 辞掉议长 不是退党 一个是沈云林的议长 一个是澎湖的议长 两个因为都涉及刑案 一个交保 一个收押 都已经请辞 书面请辞了 他们比退党还严重 他们就不干了 然后讲说要面对司法的公平正义 这事件在厌重了 退党是一回事 就像刚刚讲的 退党以后你还可以回来 他现在是辞掉议长 不愿意干了啦 那不是更没有办法控制了吗 朱立伦是吹口哨撞党子啦 我说我们内部民调 侯友宜现在已经追上了柯文哲了 人家大家一直 那你拿出来给大家看嘛 给大家看看 你是哪一份民调是怎么做的嘛 结果笑死人啊 他在讲这句话的同时 市场上两份民调公开的 侯友宜 三卡都 四卡都 都一样排老三 都没有增加 那你怎么会民调要追上柯文哲呢 既然你敢讲 你就拿出来给人家看嘛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民调 已经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种笑话 因为2000年的时候 连战宋楚瑜 阿扁三卡都 花了150人 每一份民调都是连战大胜 最后排老三 最惨 2004年连送一配 每一份民调也都赢 最后出来还是输 所以国民党的民调 没有人要相信他嘛 朱立伦你敢讲民调已经追赶上柯文哲 你就拿给大家看 大家都信的 这个民调做得很公正 可以相信 但是你又拿不出来 内部参考 滚动式 所以不给人家看 滚动式说每天在做 每天在做叫滚动式 什么时候做到快差不多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国民党搞成这样子呢 加上刚刚在讲 坚普松好像不见了 我们说他早晚会离开 我也讲过他早晚会离开 因为你理念不合 他什么时候开始不见了 我正在猜 是不是 侯友宜开始讲了 不同不读不武 马英九的2.0的时候 金普松开始不见了 大家都在猜 金普松跟马英九 两个都已经切割了 那你现在侯友宜 又用马英九的那一套出来的时候 金普松好像觉得坐在那里 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我今天看到报纸 这是今天最新的 旺旺清宗的报纸 公开鼓励侯友宜 侯友宜要拿回和平创造者的话语权 我真的摇头 如果这个竹笔他懂的话 侯友宜什么时候会拿回这个话语权 就是他没有话语权 根本就从来没有话语权 如果你找一个不同不读不武 你找一开始讲不同不读不武 事实捍卫中华没话 不就都一直到现在才开始 用马英九这一句话出来 他哪里拿得回来 和平创造者话语权 所以我说 问题不是出在你的民调怎么样 问题出在你 侯友宜脑袋里面没有政策 大家在等 每个人都在等 看你会不会讲出一套 让大家这样讲就对了 不错 你讲不出来啊 金普冲坐在那里教你 结果你讲出来的是马英九的话 那是不是金普冲的意思呢 大家又在那里猜了 所以说朱立伦你怎么可能讲说 他的民调会追上柯文哲 他就是制造声量 也没办法追上 这几天台风来了 他在日本可以穿那个红衣服的背心 在那里指挥 后面人就在觉得很奇怪 你去日本带一间这种指挥官的红背心去那里 那你还放任你的消防局长出国去 你这个不是自打耳光吗 如果你这么重视这一次 卡奴会来会影响很大 带红背心要站在那边视讯指挥 那负责的消防局局长既然放他出国就玩去了 怎么会有这种本末导致 所以我一直欠侯友 如果你今天没有在兼这个新北市市长的话 你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不会去挑逗你 你现在就还在兼 你不辞职 所有事情都为你试问说 你怎么办呢 你讲政策讲不了 然后你做新北市市长 又做了这样子空咖喬 我觉得做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怎么会成功会追上柯文哲 柯文哲无厘头 目的在增声量 就是要把你侯友宇边缘掉 再举个例子 人家郭台铭他很聪明 去见张艺成国防部长 号称国防部长 两个人站在急功 对青年的选票 一定超过你侯友以及日本 差别就很大 所以幕僚在作业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如果要年轻选票 你去日本一定有年轻偶像在那边 你为什么不能安排 这个差别就是幕僚作业 事先都没有去想到 三天去哪里放一下回来 然后讲了一个不同不睹不武 就要维持和平了 这个让人家摇头 北京下暴雨 连紫禁城跟天安门 全部都淹水了 东京东电有近百万人紧急撤离 清皇为什么北京会淹这么大水 是跟水库泄洪有关系吗 同时我们注意到因为习近平有提出他的治水论 还要大家去学习 那结果呢 学习的结果是自打脸吗 对因为现在传出来说 这个北京的状况呢 现在虽然雨势比较稳定 但淹水情况真的很严重 所以你看到北京的状况呢 是这个有新国门支撑 因为北京在2019年的时候 启动一个新的机场 叫大兴国际机场 结果大兴国际机场整个就是属于泡水的状态 那大兴国际机场泡水之外 你也看到有个叫丁家滩村的地方呢 被淹的只剩下一座牌坊 状况非常的惨 然后呢 而且因为这个有所谓的泄洪保经 为了保住北京 所以有20座水库呢 它是处于一整个就把水放出去的状况 所以它一泄洪之外呢 因为你没有及时通知 所以才导致卓州这个地方呢 被淹得很惨 那然后最惨的是什么呢 最惨的是这个淹水的状况 坦白说如果在台湾的话 你就是紧急救援就对了嘛 有被淹受困的 因为淹到两公尺三公尺那么高 你就是赶快去把人救出来 结果呢 它卓州遇到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 它遇到最糟糕的状况是呢 中国过去很多地方呢 出现过夸大灾情的状况 所以呢导致救灾队呢 它需要有个邀请函 它才能够去现场救灾 什么叫做邀请函 邀请函就是呢 这个你这个救灾队要过去 去之它说你要先开给我一张 你卓州地方政府的证明 证明你有灾情 然后再盖上你卓州镇的那个工章 盖上这个章之后呢 我确定你有灾情 我救灾队才可以出动 你要想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紧急状况怎么还 坦白说我们说救人的黄金时间 你要紧急救灾 但是它的状况是 我要等到邀请行我 才要去现场救灾 所以众教你可以想见一件事情 那个你要泄洪不先通知 要救灾还要等到地方政府工章 而地方政府因为泄洪的关系 处于断水断电的状况 请问我怎么帮你盖工章 所以它的救灾一整个呈现 就是非常迟严的状况 所以是又发生 显然他们一而再而三发生这种状况 而且它是20座水库 有大型的有中型的在泄洪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水量很大 包括刚刚仲将所提到的 天津的东电村这个地方 它要腾空大概100平方公里的区域 拿来做泄洪区 结果为了这个泄洪区呢 它要相关的这个周边的状况 牵走了100多万人 所以想想看规模其实很可观 所以你看到在中国这次呢 这个紫禁城过去号称不会淹水 结果呢紫禁城也淹水了 故宫也淹水了 连天安门广场都淹水了 那淹水状况你知道 这个故宫的 就北京故宫的人出来怎么讲 他说淹水的状况呢 是因为排水系统失灵 那排水系统为什么失灵呢 他说因为丢了很多的塑胶瓶 塑胶带以及毛巾 塞到排水系统里面去 捕住了 结果呢你想想看 淹那么大水 本来要排水就已经可能会有问题了 结果你又把那些排水系统 又被这些塑胶瓶 塑胶带毛巾把它堵住 那所以你排水变得更困难 变得更困难的情况之下 为了要救北京 所以呢把红放出去 那就水放出去的结果是 周边的民众的受害情况很严重 再加上你救灾的速度又比较慢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 这次你看到北京的灾情变得很严重 然后呢我们蔡总统发了一个 推特简体的这个 这个等于说 慰问这个北京灾情的这个出来之后呢 你知道下面的留言 很多简体制的中国人呢 问了一件事情啊 请问习近平的慰问在哪里 那请问习近平的相关的这个中心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这么问 因为很简单啊 因为习近平7月份的时候 发表治水理论 发表治水理论出来之后呢 北京就淹大水 那中国民众当然会想问你嘛 就是请问那你说好的治水 那到底效果在哪里 而且治水之后 请问救灾又到底在哪里 那个才是中国民众呢 对他们来讲 这是心理最大的问题 对的确 从这个北京淹水我们被看出 其实中国他们的系统 是已经失灵了 因为习近平自然都出书嘛 官方要大家去学习 贯彻习近平 关于治水重要论述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那再来既然发生淹水 习近平不是要去勘灾吗 就是这样 现在是找不到人是不是 反而他们的网友 看到我们的蔡总统去慰问 反而喊出了要叫蔡总统了 这当然北京不是 人家说600年 那个故宫没有淹过水 就是那个紫敬城 后来他们就说 没有没有 600年前人家不会丢那个塑胶瓶 不会丢那个抹布 不会丢那个塑胶袋 所以说600年前没有淹过水 现在你们的功德心太差 有一个国家 北京这么大的城市 淹水最后是怪市民 没有功德心吗 那请问 那你平时的清洁工作 你平常的清淹工作在做什么 都没做 而且2012年是淹过的 是淹过的 2012年以后 开始北京 有对于防洪 对于地下的下水道 后来他们就网络上讲 北京哪有下水道 它有寒管就不错 那有下水道 这么大的城市 这么大面积的平台 这么多的道路 你如果再及时下出这么大的雨 你的下水道 你的寒管 你的排水设施 做得不够好 那不淹才怪 那不淹才怪 所以习近平现在担心的是 其实民意啊 就跟水一样 民意是水 你要用疏导的 不能用围堵的 对 如果你对于北京的洪水 你是围堵 不要让北京淹水 我开一个这个决堤 把他留到村庄去 哇塞 那边有住人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村庄的村民 跟他对峙在那个桥上 不准他决堤 你决堤 你把我一家老小子淹死了 后来这个还上了微博特搜说 这些人保护了家园 那是谁要来决堤 是派来的公务员 因为他不让北京淹水 宁可让水淹到老百姓那边去 大家气死了 所以这些百姓说 还好我们有守护 我拼的老命也不让你淹我家 所以这就是北京的防洪啊 这就是习近平的治水啊 那如果治水沉的话 人家讲说 这段时间2012年以后 大水来以后 请问习近平你的治水理论在哪里 你的治水建设在哪里 你所有的下水道在哪里 带我们去看一看 根本必不见面 他只有说不淹水的时候会出来 他什么时候发表防洪的理论呢 他没雨的时候 没有下雨 干旱来发表防洪理论 现在淹水马上躲起来 对啊 纸上谈兵嘛 纸上谈兵对于治水一窍不通 所以我说 你不要光看到中国大陆的大水 建的非常现代化 上面光明亮 他们正在